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欸 那個歐山怎麼不見了 捷運沿城普和錢津的中間 出現了一座消失的車站 山沒有人 你覺得山不見了 你平常有注意到這種事情嗎 這裡我看到山不見了 欸 對 好像之前有隱約聽人家講過 但是久了就忘了 然後現在又看到 突然想回憶起來 對 好像少了歐山 原本應該要照著順序的極限編號 中間卻少了一站沒有出現 歐山車站在網路上成了獨死傳說 平時如果沒有認真看 也很難發現少了一個站 因為其實像高雄捷運 它有一個歐山車站 這個是現在在錄網圖裡面 大家會看不到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在一開始的 我們在做一些建設規劃的時候 是有這樣的一個車站 那只是當年出現了一些 大家意想不到的意外 那所以說後來大家發現 新建在這個地方沒有辦法再蓋 這樣的一個車站 而且其實在兩站的中間 大家的這個距離其實有點過短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取消了 新建這個車站的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只是說我們的編碼並沒有修改 所以說我們的編碼上面就少了一個車站 那在局限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這邊是少了一個歐山的車站 之前也是因為就是那時候蠻多年前的 可能有一場大火的這個部分呢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沒有再新建了 這個歐山的車站 歐山的位置其實是過去的愛河地下街 但因為鄰近河邊地質危險 又經歷一場大火燒掉整個商圈 加上4億會搬遷 所以最後決定不再設站點在這裡 而且每個車站的編號其實還有暗藏一些小玄機 那其實呢在民眾可能還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車站裡面還有多了一個 就是像R22A或者是R4A 這樣的一個車站的部分 那為什麼後面會有一個A的這樣子一個數字呢 就是一個字母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也是因為說我們在兩個車站 原本沒有中間的這個車站的規劃 那中間在追加這一站的話呢 就是對市民朋友也是比較方便的 所以這邊就再多了一個R22A 其實它就是一個Addational 它就是多的一個車站的這樣的一個意思 因為各種因素下 局限歐山站最後決定不再設立 但還控著這個編號留給這份遺憾 成為了高雄捷運的小彩蛋 也成了網路著談間的都市傳說 記者蘇萬鈞 高雄報導